要透過甲骨文、甘文、樹文等等這些古字解讀 會發現中國神話中的一些角色 它的源頭原來是來自於聖經中 未訂閱我的朋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即使訂閱了也好,記得按下鐘 然後等我有新影片推出的時候 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 大家好,我是Brian 來到四大古文明第20集 就是講福希女窩的聖經根源 上一集說猶太節旗、政治事件、美國大選 以及主在來的時間框架的時候 也得到很多迴響 當中的九成都是正面的 有一成就跟我說很大的思想衝擊 因為他們從未想過這種時間框架 其實是的 所有新的概念你聽到的時候 是需要時間去沉澱、去消化 是絕對不出奇的 正如當年很多人深信地心說的時候 你跟他說日心說才是真正的情況的時候 當時的人都是很難去消化或者理解 是需要時間慢慢令到他們去理解這個原理 所以上兩集講主在來的事情 其實也是需要大家花多一點時間去慢慢去理解 所以你不妨重覆再看 你可能會慢慢理解多一點 你看一次的時候 未必完全會掌握我所說的重點 所以你可能要多一點思考 再慢慢去思考的時候 你會慢慢去理解背後的原理是怎樣的 所以我們今集就不輕鬆一點 上兩集都很嚴肅的話題 今集就會輕鬆一點說說古文明 這個伏羲雷窩怎樣和聖經有關 你這樣聽這個名字的時候 你會覺得兩件事都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但其實是根據一個推論去得出的結論 你聽完整集的時候 你就會明白我是怎樣推論這件事 首先我們回到中國的神話 在遠古的時候 中國主要有兩個神 就是火神竹庸和水神貢公 火神竹庸本身就把火種帶給人類 令人類懂得用火去煮食 於是深受人民外帶 但是這個水神貢公就有點妒忌火神竹庸 於是就走去和竹庸大戰 其實這場戰爭在列子湯紋裡面都記載得很清楚 當時貢公是打輸了 打輸了不奮氣之下就走去撞斷北周山 北周山是什麼? 就是一個瓊天柱 在神話當中就是透過北周山頂著天空 但是今次竟然被貢公撞斷了之後 整個天空就向西北方傾斜 甚至日月星神都向西北方滑落 而地下就向東南那裡凹陷了 形成了大洪水 有洪水出現 那怎麼辦呢? 幸好我們中國神話有另一個角色 就是這個女窩女神 而女窩女神如何指著這場洪水呢? 因為剛剛也說到那場洪水是跟天空和地面的相撞 所形成的 而天空就地面凹陷了 天空就穿了洞 那這個女窩就現身 立刻就煉了一個五色石 即是有五隻顏色的石頭 就塞住天空的大窟窿 塞完之後 他再找一個巨龜 作為這個瓊天柱 代替這個北周山頂著的天空 令到天地再次分開 那這一場洪水才因此而止住了 所以中國的洪水神話裏面 女窩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她是整停了這一詞的大洪水 但是在另一種的版本 另一種的洪水故事版本裏面 女窩同一時間又和她哥福希坐著一個大葫蘆 去避開這一場大洪水 這裏就是中國神話矛盾的地方 剛剛說了女窩要練石去補青天 但是另一種版本就說到她坐著葫蘆避洪水 那究竟這裏為何會出現這件事呢 我相信也是因為中國地大蜜薄 當神話流傳的時候 似乎是會有些出入 而剛剛那個鏈石補青天的神話 是記載在山海經裡面 而這個女窩同福希坐葫蘆的版本 就流傳在四川一帶的地區 那究竟是否坐著葫蘆拿著五色石補青天呢 似乎有點困難 坐著葫蘆怎樣補青天呢 因為天空也很高 所以這裏是拉不起來的 但是起碼讓我們知道 無論是福希還是女窩也好 在古人的心目中 他們都是洪水之前已經出現的角色 而在四川的洪水故事版本裏面 福希和女窩坐著葫蘆 但是也有些版本畫到福希女窩 其實不是人形的 是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蛇 之前我也說過蛇的元素 其實在四大古文明經常出現 蘇美爾的水神恩基也有蛇的形象 去到埃及很多神子 它本身也有蛇的象徵 來到我們中國也有蛇的文化 印記在我們中國的神話裡面 說回這個洪水 當福希女窩坐著大葫蘆 最後去到那邊 根據四川的版本 他們就去到一個地方 就是崑崙山 要留意這個崑崙山 不是我們現在中國地圖上 所顯示的崑崙山 這個崑崙山是神話裡面的崑崙山 所以是不同的 如果你看完這個中國洪水故事的時候 你會發現和聖經的洪水故事也很相似 因為根據聖經的創世紀第六至第七章說到 當時人類犯罪 上帝就希望用這個洪水去滅世 聖經第七章十一至十二節說得很清楚 今次洪水的來源有兩個 第一就是來自大地的泉水 第二就是天空窗戶躺開 接著有四十宗大雨降在地上 即是一方面就是泉水 另一方面就是落大雨 導致這一場的大洪水 而在這個洪水來之前 上帝就是耶和華 就提醒了一個異人叫羅亞 叫他要建一個方舟 然後建完就把自己家人帶上方舟 之餘也要把動物帶上去 根據聖經所說 就是要把一些潔淨的生畜 7公7母帶上方舟 不潔淨的生畜就1公1母帶上方舟 羅亞跟著耶和華的指示去做 就把動物帶上方舟 然後洪水真的來了 所以羅亞一家八口 再加上那些動物 就在方舟上避開這場大洪水 而根據聖經所說 這場洪水返淨了150天 足足5個月 150天之後 慢慢洪水退去 羅亞一家出方舟 就獻祭給神 神在這個時候 跟羅亞納藥用了一個標技 就是天空上的彩虹 跟羅亞納藥說 我以後都不會再用洪水去滅世 這就是神和人之間的藥 如果你看到這裡 聖經的版本 提到天空出現的彩虹 就跟我們中國神話版本有點相似 我們中國神話版本 是什麼方法指著那場洪水 就是鋁窩練一個五色石 去塞住天空的洞 又是一個彩色的石 雖然它是五色石 似乎對應聖經中的七色彩虹 也是在洪水之後出現的一個景象 所以中國版本的天空五色石 似乎可以對應我們聖經中的彩虹 這裡就是看到聖經故事 跟中國洪水神話之間相似的地方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聖經有說到這次的羅亞方舟 是最後擱淺在哪裏 就是創世紀8章第4節 說到停泊在阿拉納山上面 阿拉納山在哪裏呢? 阿拉納山其實就是現在近土耳其的位置 現在的考古學家在山腳下發現了一個遺跡 這個形狀是像一艘船 有些考古學家相信這是羅亞方舟的化石 無論是長度和闊度 似乎都跟聖經記載羅亞方舟的邪傳 是吻合的 當然這裡也有爭議 有另一批考古學家 就不認為他是羅亞方舟 還在爭拗這件事 無論如何都好 至少聖經已經說得很清楚 當年的羅亞方舟 就是降落在阿拉納山上面 而剛才我提到阿拉納山就是近土耳其 其實它是土耳其的東面 剛好就是跟亞美尼亞交界的位置 亞美尼亞上一集都說到 現在跟阿塞去拜疆打仗 正正是地區本身 就是羅亞方舟的位置 甚至現在亞美尼亞的國徽上面 其實也有羅亞方舟 現在畫面中央看到洪水 上面這座山就是阿拉納山 山頂上就是浪著方舟 所以你看到亞美尼亞人的心目中 方舟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象徵 而阿拉納山有什麼特別呢 因為根據剛剛所說的四川版本 復禧女窩坐著葫蘆味 去了崑崙山 就是神話裡面的崑崙山 但根據山海經的海內西經 有提到神話裡面的崑崙山的真正位置 是中原的西北方 是神的住處 而正正 剛剛的阿拉納山 正正就是中國中原的西北方 究竟我們四川版本的洪水神話 所說的 復禧女窩所去到的崑崙山 會不會就是聖經裡面的阿拉納山 如果是這樣的話 即是說中國的洪水神話版本 其實是聖經的洪水故事的變奏版 大家有可能是共通說 一個真正發生過的一場史前的大洪水 只不過經過了不同年代的流傳之後 我們中國有中國的洪水版本 而聖經有聖經的洪水版本 但是似乎大家在說那座山 中國神話裡面的崑崙山 有可能就是我們聖經裡面所說的阿拉納山 如果你再看回剛剛所說的 水神貢公和火神竹蓉大戰的時候 列子湯文裡面說得很清楚 那些日月星神就向西北方傾斜 也是西北方 這裡也再提到西北方 究竟跟中原西北方的崑崙山 即是阿拉納山有沒有關係呢 這裡也說了洪水來源 其實跟聖經好似 這裡說了天地的雙壯 天空向西北撞下來 而地向東南傾斜 然後凹陷了形成這場洪水 而聖經也在說天地的問題 聖經剛剛創世紀第七章十一至十二節 也說到天空是穿了一個洞 窗戶躺開 然後有大雨降在地上 而地下的全員都裂開 也是一個天地的情況導致這場大洪水 而天空的窗戶躺開 似乎又對應剛剛中國神話版本 就是天空撞到地面的時候 穿了一個洞 然後鋁窩才需要練五色石 塞住天空的洞 所以你會看到中國神話 說到天空穿洞 和聖經中所說到天上的窗戶躺開 也是一一對應 而山海經所說的 列子湯文所說的 地下向東南傾斜 形成洪水 也對應聖經中的大淵的泉水也裂開 所以似乎無論是中國的洪水神話 還是聖經的洪水故事 都說到天地相撞這件事 究竟這件事在科學上 或者天文學上是否有一個根據 究竟天文學是否真的和洪水事件有關呢 而事實上 氣象學家告訴他 我們地球在12000年前 曾經有一段時間 溫度很低 現在叫Yunger Gaius 即是新鮮女木冰河期 你會看到在12500年左右 溫度突然急速下降 維持了接近1000年 究竟這裏發生什麼事 為何突然氣溫會下降呢 這就是氣象學家 一直想研究一個課題 後來去到2007年 一個研究團隊 來自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 就是以肯尼特為首的研究團隊 有26個科學家共同發表了一篇論文 在這篇論文中提到 在12900年前左右 有一顆碎星撞擊地球 撞到現在的北美洲地區 而當時北美洲正處於冰河期 所以當碎星的碎片撞到冰川的時候 令到冰川急速溶化 產生洪水 而水星撞擊的時候 也激起了塵土 塵土連水晶器 上去大氣層上 遮蔽了太陽的照射 所以導致地球的氣溫急速下降 所以這次的水星撞擊事件 解釋了遠古的時候 的確產生一場大洪水 再加上地球的急速冷卻 於是導致這次生物大滅絕 因為他們發現在地層中 找到很多遠古動物的屍骸 所以他們相信 跟這次的碎星撞擊事件有關 過了幾年之後 2013年 另一個研究團隊 就是來自芝加哥德布羅大學 這個研究團隊也發表了一篇論文 他們認為是來現在12800年前 的確是一顆碎星撞擊 你留意的年份下降了100年 因為一路研究的時候 一路修正撞擊的年份 他們發現在地層 即12800年前的地層中 發現很多含衣的磁性微粒 和一些納米金剛石 而這種物質很多時候都需要高溫高壓才形成 而其中一個可能性就是碎星撞擊 所以他們認為這次的碎星撞擊範圍 比上一篇論文所說的範圍更廣闊 他們在那篇論文提及到 這次的12800年前的碎星撞擊 他們稱為新鮮女木 這次的碎星撞擊事件 或者叫YDB Field 就是那個碎星撞擊範圍 因為他們發現 他們在這個範圍中 22個檢測點的地層 12800年前的地層 發現了剛剛所說的 就是南偉金剛石 於是就推論 當時這一場的碎星撞擊範圍 相當之闊落 因為你要知道 碎星衝入大氣層的速度 大概是50-60倍音速 那麼高速衝入大氣層 它和大氣層之間的磨擦 就會令到這個水星分裂 當這個水星分裂的時候 它就會散落到不同的區域 包括北美洲 然後就是歐洲這個區域 甚至部分的中東地區 你留意這個中東地區 就包含了剛剛阿拉納山的位置 就是這個位置 所以聖經所說的洪水範圍 或者肥沃月灣的範圍 正正也包含在這次的碎星撞擊範圍裡 所以聖經所說的那場洪水的故事 很大機會和12800年前的碎星撞擊事件 有一個緊密的關係 如果你記得剛剛《列子湯問》中 提到的中國的洪水故事 也提到天是向西北傾斜 日月星神向西北滑落 而現在真的 科學家告訴我 12800年前真的有一顆碎星撞到歐洲和中東位置 而歐洲和中東正正就是中原的西北方 和《列子湯問》所提及的方向是吻合的 而今次這個碎星撞擊味就是一個天地相撞 想說來自宇宙星撞到地球的表面 正正正如勝經所說的天空窗戶會躺開 會不是形容這座水星穿越大氣層情況 然後撞到地面 撞到冰川會發 會不是勝經中的地緣垂水яж出 而列子拖文亦說明日月星神滑落後 地向東南傾斜,然後產生洪水 亦是天地對撞所產生的洪水 似乎無論是中國神話還是聖經的洪水故事 都與現在我們在科學上或天文學上所發現的 這次新鮮類木水星撞擊事件是吻合的 所以我相信他們之間是一個緊密的關係 如果你對這些不同古文明的洪水神話 甚至背後的科學根據有興趣的話 不妨參考我的著作上的半途守望者 裡面有更多不同地區包括四大古文明的洪水神話 如何與這次的瑞青撞擊事件有關 裡面我講得很清楚 你可以參考我這本的著作 如果中國的洪水神話與聖經的洪水故事 都是說12800年前的水星撞擊事件所產生的大洪水的話 我們就看到中國的神話與聖經的關係出現了 而最重要的是我剛剛也說過 根據這四川的洪水版本 似乎伏羽窩已經在洪水之前出現 他們坐著葫蘆被洪水 所以伏羽窩如果在洪水之前出現 與聖經中所提及的洪水出現的家族會不會有關 這就是其中一個線索我們要去追查 事實上我發現到的確有關 如果我們看看中國的古籍這個細本裡面 提到鋁窩作生王 生王就是一種古代的惡器 就是現在畫面右邊看到這個就是生王 即是鋁窩是製作惡器的人 而且鋁窩在洪水之前已經出現 即是鋁窩本身就是洪水之前已經懂得製作惡器的人 究竟如何配對聖經中的家族呢 剛好在聖經洪水之前有提及過一個家族 就是該人家族 記載在創世紀第四章十七至二十二節提及到 該人家族有很多成員 其中一個成員叫做尤伯 而這個尤伯正正是彈琴吹燒之人的祖師 其實他只是一個音樂家 甚至是製造一個惡器的祖師 而正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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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這樣看,你會覺得會不會對號入座 單憑製造樂器這件事 就說呂窩和個人家族有關 會否薄弱了一些呢? 其實還有其他線索 我們看看呂窩這個字 你要知道中國造字是很有智慧的 譬如甲骨文、金文、蒜文本身 他們都是用類似象形文字的系統 把一些物件化作一個符號,最後演化成文字 去寫出來 而呂窩的窩字雖然沒有甲骨文和金文 這兩個是比較早的古字 第三早的古字就是這個算文 呂窩有一個算文 如果你看看這個算文 其實這裡左邊是一個女人,右邊是一個金屬頂 所以根據學者解讀這個算文裡面的窩字 呂窩的窩字告訴大家 其實是代表一個用金屬頂 去烹煮食物的女人 即是呂窩的窩字 就是這個意思 但剛剛我也說過呂窩本身 就根據這個洪水故事 它是在洪水之前已經出現 所以如果結合這個洪水神話的時候 告訴你呂窩的窩字的意思就是什麼 洪水之前已經懂得用金屬頂 去烹煮食物的女人 即是這是一個線索 那有什麼洪水之前 什麼女人在洪水之前已經懂得用金屬頂 去烹煮食物呢 正正又對應該隱家族的成員 為什麼呢?根據剛剛同一節經文 藏世紀第四章就提到 該隱家族裡面有一個成員 叫土伯該隱 而這個土伯該隱 就是打造各樣銅鐵利器的人 即是製造金屬儀器 而剛剛呂窩的窩字就說 在洪水之前已經懂得用金屬頂去烹煮食 而這個頂會不會是由土伯該隱 這個家族成員所製造的呢? 所以我說過就是呂窩很大機會 他所製造的事其實是對應 聖經創世紀第四章 該隱家族成員的特徵或者專長 所以已經有兩個線索 就是呂窩作生王和呂窩的窩字 本身是代表用金屬頂去烹煮食的女人 正正又對應該隱家族這兩個成員 就是這個油伯和土伯該隱的專長 當然我不是單憑呂窩的解讀 就說他就這樣對應這個歌隱家族 還包含呂窩的丈夫 或者他的哥哥 即是這個伏希 原來也和這個歌隱家族的成員有關 甚至伏希呂窩的媽媽叫華衰氏 也和聖經其中一個人物 尤其是洪水前的一個人物 很重要的人物也有關 究竟是和誰有關呢? 這些內容我都會留待在Patreon會員專區 和大家分享 至於伏希又如何和聖經有關呢? 我們先看看伏希的伏字 根據甲骨文的解讀 這次有格格文 你看到他左邊是一個人 右邊是一個獵犬 其實是一個獵人帶著獵犬 而剛剛也說了伏希本身 就是洪水之前已經出現的角色 所以配合神話記載的話 伏希本身就是洪水之前的獵人 帶著獵犬去打獵 但是後面的希字 根據逆中天的教授 結合甲骨文和甲文的綜合分析 他發現希字上其實是一隻羊 而下面的報仇是代表殺的意思 即是殺羊 即是他本身也是一個牧羊人 然後會再殺羊 所以原來伏希同一時間 除了獵人帶著獵犬之外 他也是一個牧羊人帶著牧羊犬 當然他也是一個洪水之前的牧羊人 所以伏希本身就是在說洪水之前 人類已經懂得打獵和畜牧 正正又是對應這個個人家族的成員 為什麼呢? 我們看看剛剛同一段經文 《創世紀第四章》 該人的家族成員其中一個叫阿伯 阿伯正正就是朱章鵬 牧羊生畜之人的祖師 所以就是一個牧羊人 所以你看到就是伏希的特徵 又對應該人家族阿伯的成員 而再加上剛剛的女窩 他也對應這個桃鵬和尤伯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伏希女窩這兩兄妹 或者兩夫妻 正正他們的名字背後的意義 就是配合該人家族的成員 這個似乎不是巧合 這個似乎真的有關 再加上根據東周戰國的獅子所在 伏希似惑八卦別八折而化天下 即是什麼意思呢? 伏希是始創八卦陣 即是八卦 和八折即是八個折 即是和天文有關 所以伏希是一個洪水之前 已經懂得天文的人 為何會懂得天文呢? 正正和我之前說過史前大洪水的古文明有關 因為之前跟我說過史前大洪水之前 根據以樂書所說 曾經有一群墮落天使 或者叛變的天使 影響了蘇美爾文明或者人類的文明 而根據猶太的典籍 或者一些猶太傳說所說 當時那群守望者 是將一些天文學的知識 傳授給該人家族的成員 這裡以樂一書八章說得很清楚 當時有三個守望者 或者諾諾天使 就是巴爾卡爾教人類觀看星神 亞基比爾 塔米爾教人天文學 而阿薩拉達爾教月亮的變化移動 所以這三個諾諾天使 已經擅自把天文學的知識 教授了個人家族的成員 正正對應伏希 所以他原來在洪水之前 已經懂得這些氣節 懂得這些八卦的天文學知識 所以這一個就 再給大家看見 伏希和該人家族的關係 是相當密切的 除此之外 我們剛剛也說了 伏希女窩 其實是 他們有個媽媽的叫華衰士 就是這樣寫 華字如果用甲骨文去解讀 中間的骨幹 大十字的骨幹 其實是代表樹枝 而這些小的十字代表花 樹上開了花 但你也知道 一個開了花的樹 最後會是開花結果 所以其實華字也可以看成一個果樹 可以嗎 這就是利用文字去解讀它的意義 後面的衰字 衰字本身上面的步手 是代表什麼呢 上面衰字的步手是足字步 代表腳 尤其是腳板去到腳眼的位置 就是上半部的位置的意義 而下半部要留意 這不是月字 這是肉字步 代表一塊肉 即是衰字本身的意義 就是腳踩著一塊肉 可以嗎 這個意義就是這樣 那有什麼關係呢 華衰士解讀了字本身的意義 和聖經有什麼關係呢 原來和這段裡面的事件 是有緊密的關係 我們先看看經文 就是在創世紀3章1至7節 當時耶和華提醒 亞當夏娃不能吃 這棵樹 這棵樹是指的是自衛樹 說明你們不可以吃 不可以摸 吃了就會死 但後來有一條蛇 引誘夏娃 說吃了未必死 夏娃再看一看 果子覺得看起來很好吃 於是阿澤來吃 除了自己吃 也給亚當去吃 所以無論夏娃 還是亞當 他都犯了罪 就是不聽神的旨意 他就去吃自衛樹的果子 所以 會不會有華衰士的畫質 其實是和這件事件有關 因為你看到這次人類的犯罪事件 本身就是 關乎一棵果樹 就是這個自衛樹的果子 而華衰士剛剛也說了 他的畫質就是代表一個果樹 所以很大機會 就是在說這棵樹中的自衛樹 因為自衛樹就是生了果子 而夏娃是吃了這棵自衛樹 可以嗎? 炎化了罪 當然 你說華華 單憑這個畫質就說 等於自衛樹會不會武斷了一點 再看下去 因為當夏娃犯了罪之後 神給了一個詛咒 給夏娃和那條蛇 就是創世紀3章15節提到 我又要叫你 這裡的你就是蛇 因為神對著蛇說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 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此為仇 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 你要傷他的腳跟 那麼 這裡已經說得很清楚 因為夏娃是人類的祖先 所以女人的後裔其實在說人類 就是人類和蛇是世仇 就說人類要傷你的頭 你又要傷他的腳跟 這個正正就是衰字的意義 因為剛剛說的衰字就是腳踩著一塊肉 而那塊肉很大機會就是蛇肉 就是這裡所說的詛咒事件 女人的後裔就是人的腳踩著蛇頭 而蛇自然會反抗 反抗就是咬上的腳跟 所以就對應這句 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 你要傷他的腳跟 就是在說衰字的意思 所以衰字背後的意義 就對應創世紀三章的十五節 所以結合來看 《華衰事》 這個名字背後就說這些元 夏娃吃了這個自衛樹的果子 犯了罪之後 上帝對他詛咒 就說了這句說話 就是女人的後裔要傷蛇頭 而蛇又要傷他的腳跟 就是衰字背後的意思 所以如果結合來看《華衰事》 其實就對應《聖經》中的夏娃 對嗎? 其實是對的 因為我們的《華衰事》 是生了伏羲女窩 而伏羲女窩的後代就是 皇帝和炎帝 而我們中國人 經常是炎王子孫 所以如果這樣追溯上去 我們中國人的神話上的祖先就是華衰事 而華衰事如果這樣配對經文去看的時候 正正就是《聖經》中的第一個女人 就是夏娃 所以我們看到原來我們中國神話的源頭 可以追溯到伊地元中的犯罪事件 就是夏娃 所以這是相當有趣的 其實也不止這些 將來再過幾集 我都會再跟大家分析 究竟我們中國文化背後 一些《聖經》根源 原來是有關的 今集的內容就暫時分享到這裡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 更多一些古文明的資訊 下次見 《聖經》 《聖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